在这边我们有defraction of waves in our daily life 然后在下面的这个图里面呢 它就有example of defraction 那个水的光的跟声音的那个wave 然后我们首先看水的咯 so它这边有一个gap 然后它是embarkment barrier 然后它的那个海的那边的那个wave 过来的时候 然后来到这个gap的时候它会变小 然后它的amplitude就会变小 它defraction发生了 所以它这一边的水会比较平静的 所以这一边我们可以拿来停船 然后也可以在那边玩水咯 然后那个或者是这个是 Langkawi那边的那个海滩 ok 好 然后接着呢光线的 光线的这个hologram呢 就是全息图 这个东西是它的全息图 然后它是呃 它其实是通过那个 什么 Effect of defraction of light 然后它是一个safety feature on bank card 然后像debit card啊 credit card啊 它都有这个东西的 so有时候那个credit card 它你你申请一张它来给你两张啊 或者是你那个credit card 它不要用了的时候 你不要直接丢掉它 你拿剪刀剪的时候 旁边那边剪不剪不重要 你的这个这个晶片这一边的这个 你一定要跟它剪掉 ok 重点是看这个晶片这一边 旁边的那些plastic都不重要的 so hologram呢 是呃 它可以让你的payment processing 比较安全啦 然后 你 人家给那个credit card的时候呢 你要check看它的那个hologram 有没有在 然后 the valid的卡呢 它的那个 呃 有hologram的话 它就是一个valid的卡 然后它是合法的 然后如果它没有hologram的话呢 它就可能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的收入那个payment的时候呢 在这个location的时候 我们记得要check 看一下它有没有这个全息图 ok 然后这个全息图是这样的东西 然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呢 它的那个 呃 网上的时候 hologram呢 它可以用那个plastic 然后提告plastic来 合起来 然后弄那个全息图 或 那个 电话这边这样 这种全息图 在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 喂 整个人这样上来的这种东西 so 电影来自于 那个生活 ok 然后这个东西不能做的 它只是用几个的那个 呃 那种 plastic的那一个 纸啊 呃 我们平时那种做project 前面那个透明的那种纸啊 你剪几张这样 然后跟着某个角度这样 你粘上来了 然后放在那个电话上面 你就可以有那个全息图了 这个 我有学生自己做过 ok 然后 接着呢 我们的sound wave 这边呢 它有infrasonic wave ok 然后在这一个声音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有分成三个 ok sound wave 这边我们有分成三个 ok 这三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 那个infra ok sonic 然后 然后 这一个还有ultrasonic 然后 接着呢 还有我们可以普通 听得到的那一种 ok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呃 这个 那个是 hearable sound 这个是普通的那一个 sound ok hear hearable ok 它可以听得到的 这个是我们听得到的 这个我们听不到 这两个呢 这一个是很小的 然后 这个是很大的 ultrasonic的 然后 这个 infrasonic wave produced by elephants have long wavelength to facilitate long distance communication between elephants 所以大象在很远的地方之间都能够沟通 ok so some sound have high and low frequency that human can't hear them 然后 infrasonic呢 它是less than我们的那个听得到的frequency range 然后 这个frequency呢 是less than 20Hz ok 然后 小过20Hz 所以 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的耳朵是听不到的 infrasonic have with low the low limit of human hearing 然后 像那个 火山爆发啊 地震啊 这些东西 所以 那一个 有时候要在火山爆发或者地震发生之前呢 就会有那些小动物啊 那个 一大群的那一个 呃 蟑螂跑掉啊 然后那个 呃 一大群的那一个 呃 老鼠跑掉啊 啊 因为他们听到声音 我们都听不到 ok 为什么呢 这个是小过20Hz的 ok 然后ultrasonic的情况之下呢 它是很高的那个frequency的 ok 然后 它是多过 个十百千万 两万Hz的 ok 然后 这个ultrasonic sound呢 它有 above the upper limit 就好像 蝙蝠啊 sona啊 ok 然后 还有狗 它听得到的 ok 狗它听得到 所以晚上的时候呢 他们在那里讲 狗在那里飞得很够异 是因为他们 嗯 听到 他们是讲看到 嗯 然后事实上呢 是听到 我们人听不到的声音 这样 ok 所以它是大过20kHz的 ok 所以 呃 甚至是 有一种声音哦 他们 呃 是 小孩子听得到 大人听不到的 ok 啊 然后可是 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 你的耳朵已经听不到 那个声音了 忘记到是哪里一个 是 infasonic还是 alphasonic了 就有这样的一个方式 进去可以自己上网上 好 好